推播话题是秘鲁封锁了边境 有台湾人滞留在当地 台湾就跟当地的政府协调 第二架包机载他们离境 甚至还载了其他国家的旅客室吗 推播时间我们要交给易景 好没有错我们现在看到这张照片了 这张照片曝光是外交部的脸书上就贴出来 原来这个是第二架从秘鲁要起航的包机 这个包机在飞抵了迈阿密之后 大家都分别在转机回到自己的国家 但是原本传出这个包机项头 本来就是要在我们台湾人的 因为是我们台湾的政府居中协调 结果没想到你看到这个照片上很明显的 你看看到有些人好像不是我们台湾人的面孔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个包机 其实还载了其他国家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秘鲁的代表处 跟他们秘鲁当地来协调做包机的服务 但是也因为在整个包机上 我们全台湾只有55个人滞留当地 所以要回来之后 其实这个空位还是蛮多的 于是我们就以人道的服务 包含了是其他四个国家 马来西亚 美国 新加坡 还有日本滞留在当地的一些旅客 我们也并把他们载到迈阿密去了 所以我们帮助四个国家 总共有84个旅客 一起把他们载到迈阿密 所以各个国家其实都还蛮感谢我们的 现在看到这一篇了 就是在新国的外交部长 他就有说到了 我们相当深切的感谢台湾的帮忙 也就是帮助我们欢迎我们这些新加坡的人 也上他们的飞机 就是我们的包机的意思 上了我们的包机之后 把他们载到迈阿密 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么同样的日本也表达了感谢了 好 日本就说到了 其实日本的旅客在29号 也搭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所安排的包机 并且已经能够平安的出境秘鲁了 他也特别强调说 这一次台方友情洋溢的合作 我们再次表达由衷的感谢 所以也说了这一句话 就是实际的在体现了Taiwan can help 那么事实上呢 要回过头来来讲到的是 我们台湾的这个案例 昨天晚间地案108例 是传出了死亡的状况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40多岁的女性 也是在昨天确诊的 这一位确诊的女性呢 其实为什么她会染疫呢 她也没有出国 但是染疫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居家检疫的丈夫 传染给她的 明明就是在居家检疫 到底怎么传染给她的妻子的呢 我们就来看看 事实上这个案293 就是居家检疫的这一位丈夫 因为出国旅游 包含是去到了西班牙 还有葡萄牙 结果回到了台湾之后 正在家中居家检疫 她的老婆也就是在确诊的 这一位案289 为什么会染病 就是因为她帮老公送餐 还有打扫卫浴 好 事实上呢 她送餐打扫卫浴的状况之下 她其实没有随时戴口罩跟手套的 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呢 就很有感染的风险 那么这一位案289的妻子 她其实是在22号发病的 26号就进行通报 在29号就确诊 包含她的症状有咳嗽 还有肌肉酸痛 以及关节疼痛 还有全身倦怠这样的情形 那么指挥中心这边也表示说了 其实这一位289的这一位妻子 她并非隔离管理者 因为她根本没有出国 只是帮居家检疫的老公送餐跟打扫 所以在3月22号发病之后 她其实还是有出门上班的 现在也在积极匡列所有的接触者了 再把时间还给一针 好谢谢益景 接下来